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今天就來一下 我們的植物大戰殭屍2的中文版 那之前一直有看到觀眾留言說 哲平可以好好來完成一下這個 雜歡樂雜罐子的活動喔 那雜罐子的活動的話 基本上他會有一個就是那個 雜罐任務 那雜罐任務 這邊你只要達成的話 他每天都會給你幾個那個 雜罐的東西喔 然後你就是拿這個雜罐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雜一下我們東西 所以每天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來達成一下 我們這些就是雜罐的任務 登錄的時候也可以領到喔 然後每日充值這些也是可以 反正就要你花錢 但是你基本上如果不花錢的話 是可以在這邊慢慢的雜罐 那我們就可以雜罐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下面都是我們可以領到的獎勵哦 那我們就雜罐看看 消消消消除一下一個鐵錘 反正一個鐵錘可以雜一個啦 好像還不錯 啊這什麼東西 哦 碗豆破雞包的裝扮哎好像還不錯 那我們就慢慢哦 哎什麼 是否消過六個雜罐 哇靠哎 他一個一個是一個錘子 然後第二個罐頭你就要砸 你就要砸六個 哇靠好貴哦 好貴哦天啊 好貴哦 這遊戲真的很貴耶 好誇張哦 貴死了貴死了 貴死了貴死了 那沒事沒事沒事 好貴哦真的好貴哦天啊 好這邊的話基本上 我們只要慢慢的累積碎片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讓他們進階 那進階之後的話 我們這些植物啊就會變得就是 比較厲害一點點喔 然後會獲得一些特殊的能力 那今天我們看我們這邊的這個包心菜 他的那個 力量就會有強化 所以我們可以來玩一下我們的 包心菜這樣子 然後這邊差一點碎片 反正 這遊戲是慢慢累積碎片啦 就可以慢慢的讓你這個角色就是變得更 更厲害然後 就可以更強這樣子 所以就是慢慢抽慢慢去弄一些東西 所以你每天的這些就是寶箱啊 這些東西啊 祕寶啊 其實每天都有一些就是那個 就是過幾分鐘會有免費開啟嘛 說記得一定要來開好不好 有開就有有東西可以拿啊 啊不開就就什麼都沒了好不好 反正他有免費抽啦 你就盡量用這免費抽就可以了 嘿還不錯 反正有能到拿到碎片或什麼之類都可以 然後 衣服裝扮的話也會有點強化 你的一些角色的能力哦 那像有一些是強化 有一些是那個啦 有一些是感恩弱化的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判斷一下哦 我就不知道那個 到底利不厲害這樣子哦 然後雜罐子真的 有點貴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雜罐子怎麼那麼貴啊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貴啊 我以為可以很便宜 結果不行耶 超級無敵貴哦 好利用傳送帶來的植物來對抗哦 反正我們目前來說就是慢慢的先努力 然後 我另外一邊競技場那邊的那個殭屍模式 我現在在努力了養我的殭屍大軍 到時候養完之後 我們再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目前還蠻嗨的 已經解鎖了很多那個 已經解鎖了很多就是我們自己那個 就是比較厲害的一些殭屍們了哦 哇你看這超可愛 看他還有戴那個耶 戴那個雪帽 這就是我抽到一個造型這樣子 所以目前來說這遊戲的造型啊 是真的有他的用處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覺得只是個裝飾哦 他真的會 影響到你一些攻擊的一些形態跟什麼的 我覺得還算是 挺有趣的一個設計啦好不好 我自己個人是還蠻喜歡的哦 好這關是完完全全的冰凍世界 冰凍花花滿天飛 冰凍花花目前來說我們還差一個碎片啊 再一個碎片的話我們就擁有冰凍花花了 其實這遊戲的植物算是還蠻好拿的 他如果要讓你拿的話是還蠻簡單 你只要累積碎片就可以了 然後每天就是固定上限抽一下這樣 每天都得玩就對了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每天都得玩 你每天都都是要給我玩一下啊 我才可以就是 讓你有更多的一些植物跟東西可以玩這樣子哦 就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玉米大軍全部帶過來應該是ok的 然後也把那個 鸚鵡給他 打死了太好了好不好 不然那鸚鵡好麻煩哦 來來來來來來 全部哇 滿到一個飛天了 滿到一個飛天了 玉米可以放這麼前面哦 我以為前面這個跳台是沒辦法放的 原來是可以的是不是 大招 沒問題原來前面這邊也是可以放的 我一直以為他是那個哎 就是前面這個 區域是不能放的 原來是可以的 大招 玉米補充蛋 大招 牛油 牛真的很爽牛油 我現在 滿滿的玉米耶 怎麼那麼多玉米啊 喂喂喂喂喂 太多玉米了吧 哇真的是 滿滿玉米耶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玉米 打招 哎我這邊都沒有辦法把人家彈掉 玉米一大堆耶 這玉米不用錢了是不是 瘋狂來瘋狂來耶 真的是瘋狂來耶 哇這滾筒 是不是應該冰一下他了 這滾筒在那邊鬧我們真的要被吃爆了 大致的可以冰嗎 可以 哈哈 完了完了我怎麼感覺有點微 是不是有點微 是不是有點微 後面還有那個後面還有那個 大招補充兵 那就先開這個大招沒關係 還有大招補充兵的話 我怎麼感覺有人要被輾爆了 哦他被 哦原來那個痘痘可以彈掉那個 可以彈掉那個哦 那還滿猛的耶 哈哈 好可愛哦 他可以彈掉耶 哦大致也可以彈 可是彈不到水裡面去 完了 我覺得我們這邊是不是應該要那個啊 大招應該要放在那個 冰的身上啊 對啊我們應該要放在冰的身上才對 完了這個滾筒怪太強了吧 全部滾掉耶 GG啦 欸這個滾筒兵太強了啦 這完蛋了啊GG 我們的大招應該都要用在那個啦 冰凍花花或是什麼上面應該會比較好 這是敗北的 欸他這個關卡真的是 真的是有強化不少耶 你看他下面這個滾筒兵 而且他還不給我們那個 他還不給我們就是那個地勢 地勢的那個植物來用爆這個滾筒 有夠雞巴好不好 就故意是這樣的啊 你是故意這樣搞的啦 要不然應該會給我們有東西可以弄的哦 怎麼會這樣 太難過了 呃呃呃呃呃呃哦 怎麼會這樣呃呃呃四 玉米感覺有點太多了 你們怎麼看玉米真的有點多 冰津花花我覺得要好好守護一下 他給我們太多玉米了真的 然後這一排 剛我們放這邊好了 一排那個 彈跳痘痘在最前面 然後我們後面就 真的放一堆玉米 然後這邊 放這個 哇有點麻煩了哦 大招都先扣著好了大招我覺得要先都先扣著 不然因為我剛剛就是太太亂開玉米了 想開就開然後隨便亂開 就很容易出事這樣 加油加油 不要輸 不要輸 然後這邊就痘痘在台上 痘痘在看台上 哎呦 這鸚鵡好像會被那個 緩速的牽制住哦 哦沒有沒有他只是在偷我的堅果 他沒有被牽制住 他是在偷我的堅果 我自己沒發現 哇靠87 完了完了 可以叫那個不要這麼囂張嗎 完了完了完了 沒有阻礙是那個啦 那個 那個滾桶啦 滾桶真的比較麻煩耶 我們先把滾桶弄下去好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滾桶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太機車了 真的是太多玉米了啦 幹嘛這麼多玉米啦 先冰一下好了 感覺用這個冰好像也不是說那麼的好耶 感覺用這個冰好像也不是說那麼的好耶 玉米一螺框 哈哈哈哈 太多玉米了 怎麼會這樣 太多玉米了啦 這邊 冰 不要這麼多玉米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 我在英文版的時候超喜歡玉米 然後現在有點算半討厭玉米了 太多了太多了 這玉米到底要來幾隻 要來幾隻 可以講一下嗎 太多隻了好不好 真的是太多隻了 這這這這真的是不要這樣耶 冰 快快快我們冰很多了冰很多了 彈飛 把桶子盡量彈飛 第二波公司來了 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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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也只能這樣了先彈飛 先把桶子彈飛哈哈哈哈哈哈 把桶子彈飛 把這個也彈飛 啊不是彈到小隻的了 要把大招彈飛啊 我們需要更多的大招彈掉這隻 哎呦呦呦大招 再冰再冰 哈哈 只能這樣子了各位 我們只能這樣子了 彈掉大招的冰 呦呦呦呦呦大招了可以再一次了 哈哈 有個巴西再一次再 彈掉大招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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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啊 哎呦呦呦 爆開了 加油加油 你們可以的 一定行 啊 只剩下三隻啊 可以可以 牛牛起來牛起來 夭壽喔快點喔 夭壽 哎呦呦呦呦 真到了真到了 彈飛 加油加油 哈哈哈哈 我們一定可以的 哦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堅果是變成會爆炸堅果的是不是 二級堅果會直接爆炸 那真的還蠻好用的 蠻爽的 啊這樣應該是ok的啦 好不好 應該是穩了好不好 穩個一匹穩個一匹 穩個一匹穩個一匹 加油加油不要輸不要輸不要輸 不准你們輸 鯊魚也太太可愛了 你看會爆炸哎 哎二級堅果好猛哦 爆炸哎 真滴猛哎 沒在開玩笑哎 好猛哦 哎死了死了死了 水水水水水水 就是要看到這個 就是要看到血流成河 玉米都在你面前 你就從了吧 還順便把你冰凍 可以吧 可以吧再一顆 一顆不扣 再冰第二顆 斷頭吧殭屍 斷頭吧 你沒啦 斷頭吧 水好不好還行還行 哇但這關真的有點有點小麻煩喔 玉米太多了 玉米種成這樣到底是怎樣啦 好好笑喔 太白癡了 好啦我們基本上要跟他介紹的就是我們雜罐子的東西喔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蠻貴的啦 第一個一個錘子 第二個就要六個錘子了 騙錢了 好貴喔 哈哈哈 那沒事啦 我覺得這遊戲真的慢慢玩就可以了 而且 它裡面基本上植物每一個進階啊 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效果 覺得還算是頂有趣 比如說我們的 堅果那邊的話 它就會變爆炸堅果 真的是 以前沒有玩過 真的是 處處皆驚奇喔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視頻再見 露大家 拜拜啦 掰掰